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疯狂猜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黑恐怖科幻电影《净化岛》 有一座孤绝的海岛上有一个小渔村,但这里只有妇女和儿童 男主妮拉是一个14岁的男孩,这一天她去海里玩 看见一个大海星爬在一具《死尸》上面,她吓坏了,急忙跑回家告诉母亲 母亲让她不要单独去海里玩,母亲捞了一个海星给她 而且告诉她没有淹死过人 男主不相信母亲的话,自己又下海去找,结果手被岩石割破了 一旁的母亲下水救起了她,小故事为男主缝合伤口 晚上,村里的女人们纷纷离开了家聚集在海边 母亲捞起了那具死尸,其他男孩为了抢海星玩,和男主发生了大斗 生气的男主用石头砸掉了海星的一只脚,母亲把男主送进了医院 男主的腹部被医生注守了什么药水 当她醒过来时,发现病房里有很多与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小男孩 男主对母亲总是晚上出去感到很是奇怪,于是她偷偷跑出去 看看母亲他们晚上在海边做什么 在海边看到母亲正与其他女人挤在一起发出奇怪的声音 更可怕的是,那些女人还抱着一个婴儿 男主吓坏了,跑回家 发现母亲的后背,竟然有一个像章鱼触脚那样的盘 天亮后,母亲再一次送男主进了医院 隔壁的小男孩说,护士说自己没救了,果然小男孩死掉了 小护士把从小男孩肚子里面取出来的胚胎放入了玻璃瓶中保存 这样的胚胎还存了很多 小男孩的共同点都是由母亲送到海边 每天在海里 小护士对男主画的摩天轮很好奇 他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 另外一个护士来到病房里说那个小男孩出院了 还送给大家一个贝壳做祭脸 母亲来给男主送饭的时候,发现了男主的话,让母亲很紧张 随后男主又被逮出去打针了,他晕了过去 当他再一次醒来的时候,小伙伴们告诉他,话全部都被撕掉了 男主一言不发 男主在做鼻操检查的时候,发现自己肚子里有胚胎 他陷入了沉思 小护士还给他看了一些资料的照片 里面的小孩的背上都有那种像吸盘一样的东西 晚上,小护士带男主去海边,给他看自己背后也有那种吸盘 半夜,男主偷偷跑出病房,看到其他小伙伴 有的奄奄一息,有的被固定在一个玻璃缸里一动不动 随后,男主被送上了手术台 醒过来发现自己也被泡在一个水缸里 更可怕的是,有两个胚胎竟然还爬在他的身上,甚至还睁开了双眼 随后,小护士把男主带出了医院 他俩游到海里的一条船上,随后小护士自己离开了 而男主留在了小船上,一直漂泊 终于飘到了灯火辉煌的城市海边 电影没有太多的言语,气氛极其压抑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记得点赞加关注,下期精彩继续